我們現在來介紹一支腳編織 那支腳編織的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概念 他就是會加數顆竹子之後 然後回穿幾顆 在連續加下一組的竹子 再回穿再也在这样子很循环 所以如果以这个图示来说明的话 它是以四边形为主要的设计重点 它是加四颗珠子 就形成四个边 然后一二三四 那这个的话是第一颗 所以要回穿第一颗之后 它才会形成一个人 但是因为我们要延续性的编织 要往右侧来编织 所以我们要再继续前进两颗珠子 到这里 这起边的对象的这一颗 那这个就是下 这一颗就会变成是下一个四边形的 第一颗珠子 所以它是共用的 那我们要再加三颗珠子 那如果以这里来看的话 一二三四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我们刚才就是要加了珠子之后 要回穿第一颗嘛 那这个一样要回穿第一颗 然后再继续前进两颗 才会可以再做下一个四边形的延伸 那在这里比较特殊的是它 因为要转方向 下一组 我们这里也是第一颗嘛 一二三 所以一二三四 这第一颗共用珠子 然后再加三颗之后 回穿第一颗 那这里我们只有前进一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转方向 那往上方去编制 所以我们会只有前进一颗 而不再前进两颗 前进两颗它会从右边 会往右边的方向去做编制 那我们接下来要往上 所以它是利用这个前进几颗珠子来转变它编织的方向 那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要往下面来做延伸的编织的话 那我们就要前进三颗到这里来去做延伸的那个设计 所以你要前进几颗珠子 要看你的编织之带的方向 但是基本上它一定会要回穿第一颗 再前进一颗或两颗珠子来做延伸设计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来示范 以直角编织的概念来编制的一条手边 那我们先取珠宝编织线 那先加一颗12领日本小珠来作为挡珠使用 由下往上回穿这颗12领日本小珠 那因为我们这一个手链最后在做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还有在编制一小段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在尾端要留50公分 就是这个挡珠以下 挡珠后面这挡珠后面要留有50公分 那A4的纸张的长是30公分 那宽是20公分就有50公分 如果你身边没有尺的话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拂甩一下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了 那这是打珠 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来做编制的动作 那加的顺序是80 所以总共6颗珠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记大小大小大小 那要这个大小用珍珠这样子 那直角编制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回穿第一颗 让它形成一个圆 这是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让它形成一个圆之后 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去做编制 那多前进两颗 所以就会再多前进这个12颗跟80 要拉紧 那这边是短的线挡珠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要继续做编制的那一块 那我们让它线朝下 然后开始加下一组的那个圆 那我们这个就是下一组的第一颗嘛 那我们刚才是不是大小大小 就是由大的珠开始 因为我们是由80开始 那这个80就是它的下一组的第一颗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从12颗开始加 就变成是加5颗了 所以就变成是12颗80 12颗珍珠 12颗 因为跟刚才的珠子是一样的 只是它加的这个第一颗的80 已经是在这里共用了 所以就变成只有加5颗 刚才是大小大小这样子 那这个就变成是小就大在这里了 大小大小大小这样子 那一样它的第一颗还是这颗80 等于是前一段的那个第一颗珠子 那我们线是这样子 目前是朝下的 那我们就要由上往下来前进这一颗80的珠子 起边的这一颗 然后一样我们要再继续前进两颗珠子 就等于是120跟这个80 那我们要继续再编两组 所以就是加120 80 120 珍珠 120 这边加过去的 好 那我们已经做了四组的这个珍珠 6米的珍珠 1234 那接下来下一组的编织的方法都一样 但是我们要把这一颗大珠 这个珍珠把它改成是水滴水晶 所以我们一样是加120 80 120 然后这一颗把它改成是水滴 然后再120 这样子 12345 一样五颗 只是把刚才珍珠的位置改成是水滴 那一样回穿起边的这一颗是80 记得在前进两颗到80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都是这样子的编制的方法 只是就是我们在编制的时候会是四颗珍珠就换成一颗水滴 这样子 就像这一个 就像这个这样子 这里 1234 然后就一颗水滴水晶 再1234 又一颗水滴水晶 1234 水滴水晶 好 那1234 水滴 1234水滴 1234 没有了 因为我们我有做对称性的设计 那这个在起边的时候它是珍珠 所以我结束也是在珍珠 那总共会有123455颗水滴 总共会有5颗水滴 好很明显好5颗水滴 那每一颗水滴的中间都是4颗的珍珠 那前后各一组珍珠 好先编到这样子 我们已经完成编制这个主体的部分了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有时候就是因为有重量的关系 所以它会扭 那我们为了要让它扭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我们就要来做这个像这样子 每一颗大珠的中间都把它创一条线 前进的话它就会稍微的固定住 那因为我们要前进到这一颗珍珠 才有办法继续做 所以我们要再多前进 120还有珍珠 才能够在这个每一颗的大珠的中间都补上珠子 那你看如果像这样子它会翻动 如果我们在这个大珠的中间都固定一条线的话 它就是像这样子的效果 就把它撑起来 虽然线没有那么硬 不像针那么硬 但是至少它有一个牵制的作用 它就比较不会翻 好 那但是如果你用直线的话 它就会很单调 你可以直接就是加珠子 算这个距离 譬如说这距离是三颗珠子的 日本小珠的距离 那我们就直接加三颗日本小珠子 前进不去 也可以 但是会显得这里比较单调 所以我这里有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我先加三颗120再加一颗水滴 然后再加一颗120 这里是我现在加的部分 三颗120 一颗水滴再一颗120 那我要腿穿这一颗 这个是我加珠子的方向 那我一样顺着这个加珠子的方向前进第二颗 这样会变成一个四边形 好 来 这里是不是就变成一二三四 它们四个人一组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四边形 然后中间会是水滴的 有一侧是水滴的四边形 像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四边形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推到这个 跟我们家的那个第一颗的日本小珠 还有起边的那颗六蜜的珍珠 要把它肩膀靠肩膀 然后再加一颗12 再前进下一组的大珠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大珠跟大珠的中间 还是只有三颗珠子 各位看一下 这个上面的不看的话 它是不是一样就是三颗日本小珠 三颗 可是我为了要美化这一段 所以我再多做了这一颗 上面的这一组四边形 中间那一颗珠子就是四边形的 起始的第一颗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加三颗 一颗一二三 三颗日本小珠之后 水滴 再加一颗日本小珠回穿 第二颗再加一颗再前进下一组 那每一次都是这样做 加三颗日本小珠 一颗水滴 再一颗12领日本小珠 总共五颗 然后把它推到这个 这个支带这边来 再回穿 加的第二颗 那我们要把它尽量贴到这个珍珠的位置来 然后同时让这个日本小珠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 可是这样比较不好处理 没关系 我们先加一颗日本小珠 前进下一组的大珠之后再来拉 那我们要让它这个确实有密合动作 我们要把这颗水滴稍微顶一下再拉线 这样子前面的才会紧 好 这样子 那就在每一颗的这个大珠的中间 都补上一颗水滴 像这样 在每一颗的大珠跟大珠中间 都补上一组这个水滴珠 就这样子 它也有一点装饰的效果 那因为我们是从这边开始编 那编到这边尾端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回转到这个另外一侧的大珠的这个方向 像这样子 这边是还没有编制的 那我们就是这样继续的前进 那你记得每一次前进的时候要把它翻好才来前进 那到尾端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在这样子 会在这一颗 这一颗 那记得要回转 那我们就利用回转的时候 把珠子调到另外一侧的大珠要往这边 往里我们下面的这个方向来做前进 才可以再继续在每一颗大珠中间都补一颗水滴珠的装饰珠 那我们已经来到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是在最后一组的6米的珍珠的位置 要前进这三颗 对不起 这个 这个是挡珠 不要把它并进来 所以会是前进最后一组的这个12-0-8-0 然后还有这两颗珠子之后 就直接 你看啊 因为它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直接跳到另外一侧的第一颗的12-0 以及6米的珍珠 4颗珠子 这样子就可以转弯了 好 就这样子再一次哦 这是在这有一颗挡珠 我们把它退后一点点 才不会影响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转弯 这是在第一侧的最后一颗6米珍珠上 那我要前进的是这一组的12-0-8-0 还有另外一侧的6米珍珠最后一颗12-0-8-0-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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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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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8-0-8-ój颊 中间都补上水地珠 那最后它一样会是在一颗的六米的珍珠出来 线是由六米的珍珠出来 那这里我们刚才编制的只是一个项链的主体 那我们要跟扣具做延伸 因为它这个长度可能就不够 所以你后面这里就要再编几段 就只有以八领跟十二领的珠子 去做编制的一个连接链 那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始编制的时候 都是由最外面的 你看这个是比较里面 这个是比较外侧 要由最外侧这一组的八领的这颗珠子出来 开始做编制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先来前进 这一组的这是在六米珍珠旁边的这颗十二领 还有另外那一侧的一颗八领 如果你觉得跳太远的话 你也可以前进这个十二领再前进八领 就想办法前进到这颗八领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样子目测起来 这一组的十二领 跟另外那一侧的八领的距离 并没有很远 所以我直接就跳过来 那一样以加五颗的珠子 所以我们一样是刚才的编制方式 八领十二领 十二领对不起 十二领八领十二领 然后大珠我们可以直接用十二领 或者是如果你还有水滴的话 那就用水滴再加十二领 一样是五颗 一样是五颗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样 在整个织带的编制的过程 都是每一组都是加十二领八领十二领 然后这个是珍珠或者是大水滴 然后再一颗十二领 如果你有剩下水滴 那你就用水滴 如果没有 这一颗直接以八领取代 那一样回穿 第一颗再前进两颗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前面的两颗 最后的两颗推进 前两颗推进来 前进开始的那一颗 以及这一组的第一颗十二领 跟第一颗八领 总共前进三颗 再继续做下一组 好 那一样加五颗 一样把它推到这个织带的部分 留前面两颗 再一起前进 那我会在做编制的时候 因为这个我会顺手方向的问题 所以我每次完一段 我都会把织带做一个翻转 这样子我的编制的方向就永远是这样 都是由下往上 因为那是每个人顺手的方向 好 那我习惯就是由下往上 那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每次完一段都把这个织带翻一下 让最后一组在最上面 而不是在下面 如果你让最后一组在下面的时候 你等一下就要由上往下前进 那我习惯就是由下往上 所以我会把织带翻一下 让最后一组在正上方 那一样再做下一组 每一次都是加五颗 然后把珠子推到织带的部分 留第一颗跟第二颗 那我一次就可以前进三颗 这是起编的那一颗 然后再前进这一次加的两颗新珠 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编制 那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 两侧同时编 因为我们要在编制的时候 如果你这边一直编 你会不晓得你要剩下多少 你要编几组 所以这边的话 起编的那个挡珠要拿下 起编的挡珠我们要先拿下来 然后穿上针 那一样因为它是在八领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前进动作 因为它就是在最外侧的那一组的八领珠子上 那我们一样就是加 十二领 八领 十二领 水滴 十二领 一样加五颗珠子 五颗 那一样我们把它推到这个织带的地方 那我会让最后一组在上面 前进起端的那一颗 以及这一次加的第一二颗 那我会同时前进 就是编几组之后 我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要我想要的长度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使用的 我们这次使用的扣具 是这个磁扣 那再加磁扣的这个长度 我们等一下算距离的时候 我们稍微就是看一下 这个大概持够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它整个起来大概一公分左右 但是加上我们有一个 这个有结合的这个珠子 所以大概是一点五公分左右 但是我会比较建议各位 如果你的首位是十七 十六 你不要只做到刚刚好就是十六 就会建议到十七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就是说你首位多少 直接编到那个长度 然后再加上扣具的缓冲 这样子穿戴起来 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我们现在要来加扣具 基本上就是加一颗十二领 然后穿过扣具再加一颗十二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长度 你可以其实也可以用这个 加日本小竹的这个尖 跟那个扣具之间连接的这个日本小竹的数量 来调整那个长度 那我这一次我设计是 我自己是加一颗的方式 对于是加一颗十二领 前进扣具 再加一颗十二领 回到起边的这颗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织带跟扣具之间 只有一条线 那我要回穿 但是这个部分我不立即回穿 我要先回穿最后这一组六边形 因为那个只有单颗的株子 它的那个力量比较单薄一点点 所以我会回穿最后一组的六边形 把最后的一组六边形回穿一次 再回到那颗巴黎的位置上 再前进刚才加的桌子 以及扣具 那这个动作我要重复做三次 做三次 好 做三次之后 我们一样再来前进这个 你要重复这样子做三次 三次之后是不是又回到 我们再把桌子调到这里来 然后继续回穿 就以每一次编织的方式去做回穿 至少前进三组之后 三组六边形之后 就可以把线剪掉 这样就完成我们指脚编织的一个手环 那穿戴的时候它会转没有关系 因为这样子水滴才不会很规则的在两侧 它这样子会不规则的呈现 这是我们指脚编织的手链 这边对我来讲 就像一个平板一起吃 优优独播剧场 这里面也有我们复杂 结构的三组的包包 这边再来 就想办优独播剧场 我们指脚编织的 红打斑织的 被 therapies 我们指脖织的 因为你 我们可以吗 多过一个 我们来 吝点几个